大过年 路上车少 给了魏英把普通车开成了跑车的机会 第二次 魏英觉得 医院的走廊安静得可怕 第一次 是江青黎南产死在了手术台上 魏英一个人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爹坐在走廊上 那时候 他觉得全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还有孩子要照顾 可是他 什么都不懂 他无助的不知所措 可是没有人能帮帮他 这一次 是孩子的父亲躺进了手术室 若他有什么事 魏英这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 使他 剥夺了妇女相认的机会 手术室门口 高大的男人微曲着腰 浑身透露着深深的无力 听见脚步声 蓝忘机直起身子 浅蒙茫然又哀伤 看见熟悉的脸 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般 他双手抓住魏英的手臂 声音都是颤抖的 魏英 救救他 魏英被他的力度抓得身子摇晃了一下 正在开口时 一阵急促的声音打断了他 魏医生 快进来 是王向小 魏英急不往里走前 只来得及拍了拍那人的手背 蓝锡尘的伤势集中在脑部 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魏英拿起手术刀 深深呼吸了几口气 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叫嚷 魏英 他不能死 宝宝已经没有妈妈了 他不能再失去爸爸 这个手术漫长而折磨人 等到结束时 魏英虚拖到连路都走不了 魏医生 王向小急急叫了一声 某人这张脸比手术台上躺着人还要苍白 没事 向小 你 扶我到休息去 坐一下 他这个样子 是不敢出去 只怕会把本就担心的人吓得更呛 王向小把人扶了过去 给他拿了一瓶葡萄糖叶 让他喝了几口 怎么样 好点吗 你是不是又没吃晚饭就过来了 魏英点了点头 还是那一句 没事 魏医生 这个患者跟 王向小下巴青台 点了点外面 他是什么关系 哥哥 王向小恍然大悟 难怪 魏医生 你觉得他能醒过来吗 魏英没有说话 因为他也没有把握 手术是成功 但不代表病人就完全没事 尤其是在脑部这么敏感的位置 有些人一辈子还活着 但却常睡不起 哎呀 瞧我说的 也不看看是谁动的手术 上次有个患者比这个严重多了 后来不还是醒了吗 思 我记得 他好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就醒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魏医生 你还记得吗 魏医生 王向小看人一脸目然 似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班 魏英猥琐着眉头 被人一提醒 他想起来了 去年是有一个患者 也是脑部受伤 年轻人 因为和未婚妻吵架去飙车 结果就发生了意外 那个唤醒他的人是他未婚妻 后来 他们结婚了 婚后也很幸福 有一次 他还给自己寄了小孩的礼物过来呢 说是感谢自己的救命之恩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现在性子给磨平了 再也不会冲动 对蓝西辰来说 这个念头刚在脑海中形成 魏英的心就被狠狠扯了一下 很痛 他苦苦隐藏的秘密 一旦公开 他将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 以蓝家的实力 再加上血缘的关系 这个结果是毫无悬念的 可是 他若不说 魏英把手术的结果 如是告诉了蓝忘机 他问了魏英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他醒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魏英摇头 且牟里的光暗淡了下去 蓝湛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除了这样说 魏英不知道自己还能怎样安慰人 蓝忘机看着他 点了点头 谢谢你 魏英 谢谢你愿意赶过来 明明是常听的客气有礼的话 为什么从蓝忘机的嘴里说出来 就这么的难受 魏英似乎有些明白了 那天蓝湛把孩子送回家后突然生气的原因 原来对心爱的人来说最大的伤害不是彼此争吵而是彼此都客气了 蓝湛你哥怎么会陷在这里他在哪里出的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本来说是好正准备回家的打了他电话才知道他在来云梦的路上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确认 魏英文言心里咯噔了一下眉头微微收紧 很重要的是该不会是和宝宝有关吧 蓝湛你哥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呀 奇怪的话蓝忘机脸眉细细回想了一下 话倒不奇怪但是声音比往常要兴奋一些 好像是碰见什么细事了 不过这些都是蓝忘机的主观判断可能是过年 心情高兴了一些 所以蓝忘机还是摇了摇头 魏英宝宝一个人在家安全吗 没事邻居帮忙在看着 蓝湛你不用太担心 你哥还年轻体质也不错 肯定会没事的 两人面对面站着 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刚刚喝了几口葡萄糖叶 要不然他还真没力气站着说话 胃部还是翻滚着难受 魏英咬紧牙关 却无法控制汗水湿了额头 没吃饭 对方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躲不开蓝忘机的目光 魏英勉强笑了笑 过年 宝宝要买烟花 耽误了些时间 做饭晚了 那就是没吃 蓝忘机宁静眉心 你等着 不用 魏英情急之下 拉了他的手腕 气敷上一片冰凉 蓝忘机眉头皱得更紧了 下意识反手想握住那只小手 魏英却先一步松手了 不用了 蓝湛 我得回家看一下宝宝 家里有吃的 魏英本想说 我很快就过来 话到嘴边 又觉得这话太疼突了 最后只说了一句 我走了 蓝忘机看着那单薄的身影越走越远 心头的愁丝更浓了 魏英到家时 天都亮了 屋里没人 静悄悄的 他猜想木木妈是把孩子带回家了 也好 他正好休息一下 还有 理一理着纷乱的思绪 昨晚的饭菜几乎完风不动 大冬天的应该没变质 魏英热了热 先填饱了肚子 吃饱了连碗都懒得动 衣服也不想脱 就这样合一躺在了沙发上 他迷迷糊糊睡着了 阿县 县县 清理姐 你怎么了 你生病了吗 魏英接到电话匆匆赶到医院 却在走廊看见六神无主的江清理 阿县 我怀孕了 这个消息一下子把魏英乍晕了 据他所知 清理姐和前男友分手后 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孩子 从哪里来的 江清理交代了自己和那个男人 再次重逢后酒后乱信的事 末了 他说了一句 阿县 我想把孩子留下来 魏英下意识就是阻止他 姐 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 你把孩子生下来 怕他没有爸爸 而且 阿姨不会同意的 你还年轻 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会被耽误一辈子 阿县 这是我的孩子 女人眼眶含着泪 是那样的悲怅和坚定 眼前突然出现好多好多的血 清理姐躺在鞋滩里 伸直的手小摸摸 魏英怀里的婴儿 却无力的重重垂下 眼睛合上前 他还在悲苦地叫唤着 念 西 呀